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今年9月之后,微博接连爆出大动作 先是要发售一款新折叠屏微博X4的家 又要发布首款搭载天机9000加终端机IQNEO 7,这些视频讯息可以点进Tiger的频道观看 如今,最新旗舰微博X90系列的配置信息被爆出 要是爆料属实,Tiger觉得这或许又是一款真香机 不过Tiger很好奇 等到明年微博X90更新换代的时候 微博X系列将会怎么命名 有想法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测 根据爆料,X90系列或许会有三款手机 分别是微博X90,微博X90 Pro和微博X90 Pro 将对应着中杯,大杯和超大杯 配置方面,微博X90将采用1.5K分辨率的京东方屏幕 自红米K,50至尊版搭载,并大肆炫耀1.5K屏幕之后 就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开始筹备1.5K屏幕的手机 网传小米13将会搭载1.5K屏幕 滤厂也在研发相关产品 看来小米确实又一次引领了潮流 此前红米K,50至尊版 从红米K,50的2K屏降级至1.5K屏 才招致骂声 这一次,微博X80的1080P屏幕升级到1.5K屏 反而会备受好评 因为1.5K屏不仅比普通屏幕更清楚 还比2K要省电 屏幕算是一个小升级 不过快充方面,或许会有大升级 如今,微博X80全系充电速度均在80W 但Pro版本又50W无线充电 此前,微博纠结于家X90的快充速度 提升至120W 还是给中杯配备上无线快充 不过从目前的结论来看 还是120W快充的可能性比较大 无线充电还是大杯超大杯的专属 而在处理器上 标准版可能与Pro版本有所差别 Pro以及Pro加版本搭载骁龙8G 两毫无悬念 但微博X90或许搭载天机9000迭代款 目前骁龙8G R的性能表现还算不错 就不知道发哥的新芯片 能不能再次支冷起来 微博X90 Pro以及Pro加的版本升级重点在影像上 其他配置上仅仅是小升级 屏幕分辨率仍旧是2K 只不过材质从三星15升级到三星16 三星16这块屏幕 会在2023年普遍用于旗舰机 最大的升级点可能就是亮度和功耗 E5屏幕材质的全局亮度 能维持在900nit以上 峰值亮度接近1500nit 所以或许E6的全局亮度 可以维持在1000nit左右 峰值亮度或许会突破2000nit 相较于E4 E5的功耗下降了25% 按照此推算 E6的功耗也会优化20%左右 不仅如此 E6屏幕材质还望支持新一代的LTPO技术 以及全新的PWM高频调光方案 具体如何 还得看三星那边 虽然AX90搭载二代天机9000 但是在AX90 Pro 以及AX90 Pro家的处理器配备上 微博还是选择了骁龙 其搭载的骁龙巴展 二 据小道消息 会提升10%的性能 和降低40%的功耗 具体如何咱们拭目以待 不过由于是台积电代工 骁龙888发热严重的情况 应该不会再一次上演 最终帮的则是影像方面的升级 继小米12s Ultra首发英寸 CMOS IMX989之后 Vivo X90 Pro系列 或将装载该CMOS 目前尚不清楚是Pro家独享 还是Pro也有 除了这款 为小米12s Ultra夺得诸多好感的IMX989之外 Vivo X90 Pro家 或将原本在X80 Pro上 800万前望镜头 直接升级至像素超过5000万的高速质前往镜头 同时超广角和人像镜头 不仅全部保留 镜头素质也将得到进一步升级 Vivo这是在年末来了一个网站 看来Tiger预测年度饥黄的时间还是太早了 但这些升级或许只有超大V独享 不过独享也是合情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 Vivo独家芯片V2的研发货已经完成 很可能会直接用到Vivo X90系列上 以上一代Vivo V 以加芯片为例 该芯片可以让用户直观感受到画面更流畅 更清晰 另外 利用GPUFuel战技术 V 以加芯片可以联动手机核心Sog 分担GPU压力 帮助GPU进行游戏画面渲染 同时 在影像方面 V 腰价有极大的加持 Vivo X90系列 很可能全系搭载V 而芯片 毕竟X80都有V 腰价 蓝场还是十分良心的 进入年底 想不到Vivo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若是超大杯与小米12S Ultra价格相同 你会选择哪一款手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